博爱座是源自于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的既有规定 上个会期曾经讨论收法关于博爱座对象的条文修正 其实有获得朝野共识 但因为其他的条文仍有争议 五度审议未果 卫福部长邱太元当时是担任立法委员 也是未还委员会的赵伟 今天他参加活动之后 受访被问到博爱座更名的修法进度 邱太元坦言申权法错过了在上一届修改的机会 带您来听一下他的说法 上一次是因为有一些条文比较有争议 所以没办法排进去来做最后的一个结议 那我们干 也利用这样多一点时间 我们大家的思考可能更多 那也许在这个时候更是适合 就单独来处理最快 让这个博爱座 看看我们要用来成一种priority 优先席的观念 最重要就是希望真的让能有需要的人 真的有得做 没有需要的人就不需要就不会去用到 我想各个团体都有他的想法 我的建议 我的建议 当然这个要谎纳大家的影响 我的建议 如果这一种大家认为它是 我个人觉得这是文明社会 要把它做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很希望能够 这一条先单独来把它处理过 这样会速度比较快 而且应该会很快得到公识 邱太元指出希望可先单独处理 第53条的规定 预估应该很快可得到共识 目前你定义看是否改成优先席 让有需要的人能有位置做 也能持续的发挥博爱做的精神